啊 明娜 我们又见面了 这里是Mark 欢迎来到阿伟Mark2 上一次Mark安利了萌王史莱姆第二季的重要人物 欲解其事 板口日向 最后稍稍提及了本作中有点烧脑的轮回套路 不过没能进一步详细展开 今天就让我们详尽的看一下这部分内容 因为大部分内容涉及到二戏以后的原作小说剧情 不想被爆雷的小伙伴们 请谨慎观看 台湾以后《勇者轮回》的内容 主要涉及的是小说第十一卷最后的部分 不过呢 在这里之前就埋下了不少伏笔 这里面最关键的人物 一切姻缘的源头 就是那个可爱的黑毛小萝莉 克罗耶·欧贝尔 在动漫第一季里 萌王雷姆鲁邂逅了命运之人锦泽靖 妻子桑临终前把那个抗魔的面具留给了他 后来雷姆鲁造访了自由学院 见到他留下的五个年幼的学生 其中总是捧着一本书的黑毛萝莉 就是克罗耶·欧贝尔 初次登场的他只有十岁 其实作为异世界人 克罗耶第一次被召唤的这个世界 是在大约三百年之前 也就是说他被召唤了两次 云林梦鲁邂逅时 克罗耶已经是第二次被召唤 而且三百年前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时 除了他以外 还有他青梅竹马的男孩 同时也是日后的魔王雷昂 没错 就是那个召唤了西子桑的金毛野狼 两人刚被召唤到异世界不久 克罗耶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其实是被人召唤到三百年后的未来 而他不顾被召唤者的死活 用不完全的方法不断召唤孩子 都是为了找回心爱的青梅竹马 然而讽刺的是 是他到处传播不完全的召唤法 让别人替他一起召唤小孩 才导致克罗耶被人召唤到未来 当然 如果没有雷昂乱召唤 西子桑也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丽木鲁也不会遇到西子桑 也不知道克罗耶的存在 并最终拯救了他 说到丽木鲁拯救了五个孩子那档子事 就不得不提及在精灵之家 寄宿在克罗耶体内的迷之美女 精灵姐姐 那个让丽木鲁体内的暴风龙一瞬反应 吓得精灵魔王无法淡定的神秘存在 关于他到底是何来历 待会我们再来解密 后来丽木鲁要启程回国 克罗耶突然抱住挽留他 丽木鲁把那个面具送给他作为纪念 其实这不经意的一幕 也是本作中一个重要的伏笔 当时的丽木鲁也不知为啥 总觉得把面具给他就对了 而正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 导致丽木鲁没有直接用瞬移移动回家 然后在路上被日向困住 使得子愿在内的无数伙伴被人类杀害 最终导致他为了救活他们 建化成魔王 丽木鲁与日向和解后 趁着开国际的时机 把克罗耶在内的五个孩子 带到魔国联邦进行保护 并接受日向与白老等人指导 再然后 丽木鲁带着孩子们赴约参加魔王 卢米纳斯的音乐盛典 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 原觉醒俑者的格兰贝尔 强袭会场 在与日向的对决中 老头突然向克罗耶释放光束神剑 日向为救他被击穿 觉得这次准定变当了的日向 把自己传说节的装备 月光细剑和圣灵武装的手腕传给他 就在克罗耶碰到日向的一瞬间 他身上产生了一束光芒 被吸入克罗耶的体内 克罗耶也随即消失不见了 日向的意识 就要坠入深渊中 突然被克罗耶的声音叫醒 克罗耶告诉日向 他在克罗耶的体内 日向正在想起 自己不是变当了吗 克罗耶先让他和自己步调一致 好安定意识 原来他差点被吸进无限牢笼 就是封印暴风龙的那玩意儿 了解到自己现在的状况 日向有急忙追问战斗如何了 雷武鲁他们是否安然无恙 克罗耶十分淡定地告诉日向 他们现在是差不多2000年以前 即便发现本该是国都的地方 变成了啥也没有的草原 日向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反问克罗耶为啥断定是过去 而不是遥远的未来 然后克罗耶笑着告诉他 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回到过去 日向直接无语 克罗耶一番耐心科普后 日向慢慢搞懂 他不断重复回到过去的套路 克罗耶拥有穿越时间的技能 但无法凭借自己的意志任意发动 当被问及 什么时候开始觉醒这个能力时 克罗耶缓缓道出 原来当初在精灵之家 寄宿在自己身上的神秘姐姐 不是什么精灵 而是来自未来的克罗耶自身的全能 有点类似于自己的分身的灵体吧 貌似只要未来的克罗耶意外死去 然后那玩意儿就会寄宿到精灵之家的小克罗耶身上 不断重复着这一套路 当时的他一点感觉也没有 更别说回想起过去轮回的记忆 只有到后面力量暴走 回到2000年前时才回想起一切 不过 其实在无数次轮回中 他最多也只能想起在这之前的一次记忆 而且有些地方还夹杂着其他时候的记忆 在他前一次的记忆中 日向是死在了纠拉大森林中 依据克罗耶的回忆 利木鲁在上一次的轮回中救了孩子们后 就直接用空间转移回家 所以没有遭遇日向强袭 紫苑党人当时也没有死 所以他也没有进化成魔王 利木鲁继续做他的大森林盟主 他在国内建立了学校 让魔物孩子和克罗耶他们一起学习 然而就在这时 接受西方诸国的平一会的委托 日向带兵前来讨伐利木鲁 不过在孩子们的介入下 两人最终和解 专业五年过去 利木鲁和周围各国保持良好关系 成长的克罗耶实力也日渐变强 然而和平的日子 最终还是没有持久下去 他们迎来命运之日 东方强大的帝国向他们发动侵略 已经喜欢上了利木鲁的克罗耶 不希望他去送死 利木鲁却微笑着让他安心 包在他身上 还把那个面具给了他 然后利木鲁就再也没有回来 魔国联邦毁灭后 突然复活的暴风龙彻底绝望 疯狂破坏 一番暴躁之后 帝国军全灭 卢米纳斯 日向 克罗耶三人合力对付暴风龙 结果还没决出胜负之前 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道闪电 击穿了日向 看到这一幕的克罗耶 能力突然发动 回到2000年前 之后状况怎么样了 他也就无从知道 虽然有些大同小异 基本上克罗耶每次轮回 重复着上述的遭遇 每次发动能力的钥匙 都是日向死在他面前 所以 每次回到过去的地点 都是日向死去的位置 不过呢 经过最近这一次后 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以往每次 利木鲁都会种种原因不在了 而这次 在他穿越时间时 利木鲁活得好好的 日向也表示 其实只要利木鲁在的话 就会有办法解救他们 然后就可以结束着无限轮回 那么 为啥是这次会不一样呢 分歧点 就在动漫第一期最后 利木鲁回国时 克罗耶的行动 原来不知咋的 这次 克罗耶在精灵之家 稍微记起一丢丢 来自未来的记忆 于是 他故意抱住利木鲁 拖延了回国的时间 并提早拿到了那个面具 这就导致后来的套路 发生了改变 于是 两人决定把希望寄托到未来 为此 就必须竭力 保证未来的走向 和上次基本一样 于是乎 两人首先找到了 在这时代 为数不多的熟人 卢敏纳斯 这个时代的魔王 卢敏纳斯 他的城堡 叶强围攻 正遭遇暴风龙的袭击 因为经历这么多次的记忆 克罗耶早就把卢敏纳斯 当成好闺蜜 忘了这个时间点 对方压根不知道他 就大摇大摆的闯了进去 日向生怕冒失的 克罗耶说错话 导致历史再发生变动 赶紧提议 让克罗耶按他的意见 来回答对方 考虑到卢敏纳斯的性格 觉得在他面前撒谎 耍小聪明 反而会坏事 于是决定把真相 原原本本告诉他 当然 省略了一些关键的部分 两人先是告诉他 暴风龙将要袭来 半信半疑的卢敏纳斯 将他们暂时留下 日向再三告诫克罗耶 不要做多余的事 说多余的话 比如格兰贝尔背叛的事 要是让卢敏纳斯提前知道 他一定会早早地收拾对方 这样一来就会节外生枝 导致无法实现 和上一次一样的未来 之后 果然暴风龙来搞破坏 在克罗耶的帮助下 城堡虽然被破坏 人员伤亡几乎不大 这和日向所知道的历史一样 成功得到卢敏纳斯信任后 克罗耶向他讲述 每次经历的套路 当然 隐瞒一些重要细节 当两人被问到 要用什么名字 进行勇者活动 他们一下愣住了 克罗耶仔细想想 因为之前很少自爆家门 也没怎么在意 而这次要避免历史不一样 如果万一克罗耶的名字传开了 被青梅竹马的魔王雷昂知道了 就麻烦了 那就还是做一个无名勇者吧 实际日向突然灵光一闪 不如就叫克罗诺亚 克罗耶与时间之神克罗诺斯结合 从此传说到的勇者 克罗诺亚这个名字 第一次载入了这个世界的史册 而作为取名的代价 失去了独特技能 篡夺者的日向 吐槽怎么这个克罗诺亚 有点像魔物啊 之后两人便开始了 漫长的勇者之旅 一如既往的 克罗耶获得了两大开挂技能 绝对切断和无限牢笼 大约过了1700多年 差不多是该封印暴风龙的时候了 两人再次造访罗米纳斯 日向提出由他来对付暴风龙 之前在迷宫底和暴风龙交手惨败的日向 大好的复仇机会 自然不会错过 看到被完全压制抓狂的暴风龙 面具下的日向别提有多满足 紧接着 克罗耶的时间要结束了 根据克罗耶以往轮回的经验 他得出结论 这个世界不允许在同一时间里 出现两个相同的存在 未来的自己被召唤到这个世界 这边的他就会失去了意识 剩下独自一人的日向 内心感受到的 除了孤独带来的不安 更多的是在这个身体深处 蠢蠢欲动 想要夺取支配权的某个存在 被命名后夺走他的技能 克罗耶的另一个人格 克罗诺亚 克罗耶隐隐记忆的 由于主人格的消失 貌似克罗诺亚就会出来暴躁 日向也逐渐意识到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存在 用不屈的意志压制对方 同时从魔王城救出了年幼的西子桑 并把面具顺利交接到他手上 任务基本也完成了 虽然日向有多么想继续陪着西子 但是他已经快到极限 意志不住克罗诺亚 最后他只能按照事实离开了西子 按这些商业好的 拜托卢米纳斯用圣冠将其封印起来 他也不知道 当一无所知的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 现在的他进入长眠会会怎么样 也许醒来时支配身体的 搞不好就是克罗诺亚 不过他还是相信利姆鲁 一定会想办法救他们 脑子里浮现的一只史莱姆 日向微笑着进入了长眠 以上就是关于克罗诺亚和日向 穿越2000年时光的轮回的大致介绍 至于未来醒来后 利姆鲁是如何解救他们的 敬请期待 后续讲解 对于本作的勇者轮回套路 有任何看法或意见 欢迎留言探考 这次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麻烦会为你带来更多的番具资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